有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凤求黄就要热播了,许多网友都已经按捺不住,那么没看过原著小说的网友都很好奇凤求黄小说结局怎样,荣指和楚玉的结局最后有没有在一起,荣指有没有改变自己的历史呢? 电视剧翻拍的凤求黄会不会原著小说呢?凤求黄小说结局,荣指布了一个很危险的局,为的是解除楚玉的心结,当然是在自己半死不活的情况下让女主以为她死了,但当女主下定决心会现代时,在公主府缅怀过去的时候,荣指出现,然后两人最后在一起了,荣指最后的选择是放弃了江山 选择了楚玉,最后还是幸福的在一起,荣指为了与楚玉相守,交出权力,服下冯太后安排的毒药,落下失明与腿疾,冯太后这才放心让荣指离开,楚玉被荣指打动,而原来荣指收买了太后身边的人,将毒药换掉,并没有失明与腿疾,在解决掉送国为国的一切麻烦后,二人在世外桃源过上了自由 自在的生活,天如静意识到自己对荣指斩尽杀绝,并不仅仅是为了天道,而是出自对楚玉的爱慕,她想方设法寻求楚玉原谅,五年后,楚玉与荣指再次相遇,荣指有一对头乃康王,二人为权势相争,你死我活,荣指还有一位红颜知己,是非凤女将军霍玄, 霍玄为荣指征战沙场,是荣指最好的伙伴,天机阁主与霍玄多次过招,都被霍玄破解,不,尽心生钦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